大家好,我是Danny1,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Prince of Crime,小丑Joker 全新的Joker電影即將將來臨 而且是Phoenix飾演的 當這個片段的Trailer一出來時,只有好評 當然最重要就是Phoenix的演技非常好 而且Joker這個角色是極度受歡迎的 未開始之前,當然歡迎大家記住 訂閱我的頻道,Like我的Facebook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內容給你們看 小丑Joker屬於DC,而且這個粉牌非常非常非常之紅 分分鐘它的知名度是高於Shazam、Captain Marvel 或者Aquaman等等 Anyway,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小丑這個角色,這個人物 原來是有3個這麼多的 ChanChanChan 為什麼會有3個這麼多呢? 這個就要回到漫畫裡 其中一部分就是Batman坐上一個智慧之椅 那種椅很厲害,很有智慧 然後問問題,都有答案 Batman就問,哪一個是Joker、小丑 結果那種椅鬥在什麼? 他說,哪一個呢? 有3個這麼多 蛤?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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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那裡知道 原來在DC Universe裡面 有3個不同的Joker 也解答了一些我們平時 很好奇的問題 是Joker 究竟他的內力是誰 為什麼他每次工作都與眾不同 判辱兩人呢? 做任何事都好 真是猜不到 很猜不到 我就不是食神了 食神好棒 看什麼? 吃神好棒 所以在我們大眼屋看到那些Joker、小丑 每一個演員角色都要來歷不同 以及不同的背景 當然很多粉絲就好奇 也有很多疑問 究竟這3個Joker是誰呢? DC也很體貼 上一年的12月就說了 即將會推出這個3Joker的系列 會交來清楚 他們3位究竟是哪一個 目前我們知道的 原來有3個不同的Joker 他們是3個 都是有關聯的 就是大家很欣賞對方 而且很喜歡他們的思維 他們的做法 以及他們的想法 所以大家都抄大家 變成這個所謂的小丑 也明白到的就是有3代Joker 難怪Batman、蝙蝠俠俠 死猛找不到他 捉不到他 以及摸索不到他的性格 第3代 第一代就是 Golden Age Joker 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因為 跌落這個化學品 令他皮膚白了 所以他打算要報仇等等之類 在電影裏面 最接近這一代的Joker 就是Jack Nicholas 以及 Jared Leto 飾演的那位Joker 而第二代就是 Silver Age Joker 亦都很多人相信 Fenix 飾演的這個版本 是最接近他的 因為他受到社會的殘酷 被虐待 自己本身的精神上 也有少少問題 剛好 又被他知道 世上有一個人叫Joker 小丑 所以他想去模仿他 變成他 而第3代最新的一代 那一代就是 Where are you 而第3代就是 Hits Ledger 做的那一代 就是Duck Knife 那個版本 非常有智慧 有勇有謀 而且完全猜不到 但是 純粹就是對社會的不滿 亦都是純粹想破壞 和挑戰人類的虛偽 和冷清高那種思維 它是沒有超能力的 都可以令到超級英雄 死下死下 所以他很厲害 好厲害 在這麼多系列Joker裡面 究竟你自己本身是喜歡哪一個Joker 哪一個飾演的呢 究竟是Fenix 的版本 因為有新片的Lemon 所以會有鯉鯉 Bye Bye